所以你一夾上去 你看到昨天的内房是夹得很硬的 但是你问我内房是否夹不夹 我自己就怎么都不会夹的了 始终炸弹就逐个逐个爆 你看到花样年 你想想停牌之后一伏牌 没有了五成的单日可以 就是最多 他还要说明是什么 我现在是没有钱还的 不知道怎么算谈 你感觉上是什么呢 很多表面上可能没有问题的公司 原来内侣也挺大问题的 我想不会是一只 我想有些是火烧连环船 或者是整个行业都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有买内房的朋友 你不如趁反弹走去算吧 我觉得这些 不会是现在这个时间去搞的一个板块 是